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言俱冤的全新剧情 那么置身于这次事件的既有大家已经熟悉的老朋友 就是这个斗子哥 还有我们即将出来的新结石的新伙伴 没错啊 那么想被大家看到了除了伊斗 萧 还有燕妃以外 还有一位是谁呢 他是神秘莫测的一位黎月人士 还有另一位 是荒龙派引以为豪的得力二把手 那在新的故事中 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精彩的表现呢 这让人期待呀 很难想象 这一群看上去 这似乎没有什么关联 有黎月又有到期的人聚在一起 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 这群国际有人呢 嗯 期待 你看我干嘛 你看我干什么 我也想不出来呀 我估计大家应该也是跟我们一样 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么我们接下来 让我们看一下全新的版本PV 《荒梦藏鱼渊》 来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吧 Go 父亲他 想要卸人天书星了 我刚刚认识叶兰的时候 他还很年轻 但那时候 他的身上就有一种狠劲 性格也让人触摸不透 曾言巨猿外侧封印解开那天 我特意请掉此地 为的 就是查清当年的真相 这里的一切都很混乱 如若久留 或许会被空间吞噬 难道说 就连笑都感觉不到我们的气息吗 他以为一盘里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启动了 恐怕 陛下的麻烦 比我们小的还大 照顾好你们自己 剩下的 我来想办法 抓到 瘦 丝线 脚趾 看来 帮你招点别的事做了 临草结环 好好站稳了 齐磊 扶出 这个声音是消啊 他是遇到什么事了吗 喂 刚刚都拿到试 不对劲 试总已经有问题 你们 尽快离开那里 我引你们到地下空间来 正式发现了你们的弱点 与我一起死在这里吧 优优独播剧场 旅行者们晚上好呀 我是版本前瞻特别节目的主持人林素 除了前面的两位老朋友呢 我还特地邀请了新角色 叶兰的配音演员 来做客我们本期的节目 非常感谢素素的盛情邀请 屏幕前的各位旅行者 大家晚上好 我是叶兰的配音演员徐慧 虽然今天是作为配音演员 和大家的第一次见面 但作为角色的叶兰 或许细心的朋友们 在2.6版本中 就已经发现了她的踪迹 没错没错 那么今天呢 除了个性十足的新朋友 还有悬疑感强烈的层严剧情 让人眼花缭乱的活动 以及持续推进的系统优化 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 为大家一一展示 请大家持续关注啊 好 那看完了刚才的PV 估计大家都很好奇 层兰居然里 这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那我们先给大家讲讲 好啊 就像昆昆和KK 刚才提到的 昆昆和KK 好像很对账 这次将会有一支 让人意想不到的临时小队 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呢 被困于层严巨渊的深处 在我身边的这三位 也都是本次临时小队的成员了 没错没错 层严巨渊深处 埋藏着历史与秘密 长久以来 叶兰都监视着此处 并试图探寻当年的真相 哦 这也跟叶兰的身世有关呢 哎呀 这次大家要一起直面危机 要绝处求生 可以说是 非常尽心动魄的一段经历了 那通过之前版本 透露过的一些信息中 可以看出啊 层严巨渊发生的事情 与叶叉一族 也有着很深的联系 那作为护法叶叉的萧 也对层严巨渊 有着某种执念 嗯 他这次前往层严巨渊 又是为了调查什么呢 我想大家跟随萧的脚步 或许就能慢慢地了解到 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了 听上去真的非常神秘哦 不过有这么多朋友聚在一起 应该还是可以找到脱困的方法 比如接下来要介绍的 这两位新角色 或许在旅途当中呢 也能够助旅行者一臂之力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您好旅行者 叫我叶兰就好 我想你或许会需要我的帮助 我恰好也对你所拥有的情报感兴趣 总之 让我们友好相处 互帮互助吧 想要更多地了解 这位神秘的岩上茶室 是老板吗 那你可要小心咯 要知道 被人称之一是高超的伪装技巧 叶兰总是能巧妙地 终旋于各种场合 提瓦特大陆上的其他国度 乃至深渊 都留下了叶兰的足迹 甚至当她面对愚人众执行官时 也不落下风 无论多么危险的风暴 叶兰似乎都有办法 巧妙地置身其中 引导事态的发展 又在事件结束前全身而退 不过 我在接触叶兰这个角色的时候 最惊讶的还是发现 她对于冒险的态度 与平安的生活相比 叶兰似乎更喜欢这种 游走在危险边缘的工作 享受着征服危机 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 在冒险经历的背后 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 叶兰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宁光的特别情报官 与其境一起 共同构成了守护离月的可靠屏障 即便知情人如甘雨 也并不是十分了解 这位同僚的具体工作内容 不过在叶兰看来 她和宁光的关系 并不是上下级 而是合作 宁光为她安排了这份 危机四伏的工作 她也会为宁光带来 相应的情报线索 叶兰会将值得注意的 能人意识记录成册 倘若旅行者们发现 自己被登记在岸 不要在意 这绝非私人恩怨 只是叶兰的一层保险而已 作为隐秘的情报工作者 叶兰是一位伪装高手 也擅长洞察人心 至于她是如何在 纷繁复杂的事件中 找出线索 查明真相 就请大家在2.7版本中 即将上线的 叶兰的传说任务 《优客之争》第一幕中 感受一下吧 在实战中呢 叶兰是一位 兼具高频伤害 与战斗机动性的 水元素输出型角色 短时间的高速位移 以及迅猛的入战一击 是叶兰得以屡屡 从险境中脱身的 拿手绝技啊 当叶兰脱离战斗 一段时间后 将会获得特殊状态 破局 从而在下一次 满蓄力瞄准射击时 只需要很短的蓄力时间 便可以发射一支 破局造成元素反而能力 则体现在元素战绩 营落纵命锁上 通过点按或者是长按 可以击走 并会使用 落命斯 来标记图中的敌人 击走状态结束时 落命斯将会爆发 对标记的敌人 造成水元素伤害 依据标记敌人的数量呢 还可以有概率 获得破局状态哦 叶兰使用元素爆发 冤途玲珑头时 会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并凝聚出一粒 奇妙的头子协助战斗 头子将会跟随角色 在队伍中自己的当前 场上角色进行普攻 或是落命斯爆发 并命中敌人时 进行协同攻击 解锁固有天赋 妙准随心 则可以使头子存在期间 队伍中自己的当前 场上角色造成的伤害 随时间逐步提高哦 同时 叶兰的另一项固有天赋 猜先有方 使叶兰在队伍中 存在越多 不同元素类型的角色时 生命值上限 也会提高越多 由于叶兰对 离越地区的深入调查 与了解 叶兰在离越 执行时长为 20小时的探索 派遣任务时 获得的奖励 还会增加呢 若是旅行者 想要邀请叶兰 进入自己的队伍 记得关注一下 本次2.7版本的 第一期 活动奇愿哦 新角色叶兰 以及老朋友肖 将会分别在 角色活动奇愿1 和角色活动奇愿2 中迎来概率up 此外 还会有一把 新的五星弓 弱水 出现在新版本的 武器活动奇愿中 当然啦 即使介绍了这么多 叶兰身上 依旧埋藏着 无数的秘密 这就等待着 在与叶兰 结伴的旅途中 由各位旅行者 来揭晓啦 相信此次的 层言之行 叶兰也能够 发挥它的作用 为旅行者提供 相当有价值的情报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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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麻烦是要处理的话 直接告诉我就好 我来摆平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一斗为之自豪的 帮派副手 九旗人 那接受二人的任务 那我必须是当仁不让了 只有留下二人 才能明白 他对于整个荒龙派的重要性 万能的二人 始终能够将处于 危险境地的荒龙派的小弟们 也包括老大救出来 甚至还逐渐 把这个流浪花线版的社团 改造成了类似万事屋一般的存在 还开始正式接受各种委托 阿人 荒龙派的超人 那这样一个可靠的副手 是怎么来到荒龙派这样一个 怎么说呢 如此招摇的团体里面 其实啊 听说他的家庭 是侍奉名神的巫女世家 虽然阿人小时候也在名神大赦见习 不过因为一次小小的意外 使得他逐渐开始怀疑身为巫女的这些 陈旧的规矩 阿人也因此没有走上家族的老路 而是决定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 那出于好奇和自我考验 他主动学习了各种各样的技能 一口气考了好多好多证书 多得连名片上都写不下了 那比如说阿人曾经前往黎月学习了律法 燕妃就是他的师姐哦 既能如此之多的阿人 认识的人自然也很多 不过因为他更喜欢自由的工作 所以拒绝过很多人的工作邀请 其中就连九条天狗请他去天领奉行工作 他都没有答应呢 但我们花龙派就能留住阿人 还让他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鬼之副手 可见还是我们的帮派比较厉害 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对花龙派对阿人有兴趣的话 不妨来体验一下他的邀约任务吧 不仅可以看到花龙派的温馨日常 还有机会更了解阿人的经历哦 好了好了我不多说了 那这些精彩的内容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发现吧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花龙派副手九七人在实战中的表现如何吧 阿人是一位兼具治疗能力 与后台持续伤害的雷元素辅助型角色 他的技能特色是在战斗中 通过牺牲自身生命值来给角色进行治疗 倒是很符合阿人常常解救小弟们余温馨之间的管家形象 当他使用元素战技月服雷草之轮时 将会边节月服草轮 消耗一部分生命值 对周围敌人持续造成雷元素伤害 并为当前场上角色恢复生命值 解锁固有天赋安心之所 元素战技的伤害与治疗量 还将基于阿人的元素精通得到额外提升 另一项固有天赋破龙之质 使得阿人在生命值较低时 提升他的治疗加成 元素爆发 欲勇名神翼山技 会在阿人的前方创造特殊结界 并对其中的敌人持续造成雷元素伤害 当然阿人在执行委托派遣工作时 也是一把好手 阿人的天赋 九十的助导 使他在到期执行 时长为二十小时的探索派遣任务时 也会获得更多的奖励 另外呢 在二点期版本的第二期的活动奇愿中 伊斗将会和阿人一起出现在活动奇愿 鬼门斗艳中 获得概率将会上升 哎呀 有了这样得力的副手 霍龙派的大家算是很有福气了 不过霍龙派的伙伴们对于阿人也同样非常重要 是能够接纳各种叛逆行为的家人 虽然不得一次次去解救他们 但只有这里才是让阿人能够感到自由和安心的地方 希望这样的阿人 也能够作为本次曾言之行的可靠助力 给予旅行者支持 和大家一起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阿人 阿人 看上去两位新朋友的本事都相当不得了呢 哎呀 和大家一起的话 我对这次曾言之行也很有信心了 好 在此次剧情任务推进的过程当中呢 绝育战境玩法也会逐步开放 在挑战秘境中 挑战者们需要不断击败敌人 每完成三次挑战视为一轮 前三个秘境中需要完成三轮 而最后的秘境则是六轮 与上次活动不同的是啊 在各个秘境当中 每一轮结束后 换人的机制也是不同的哟 比如 在秘境威旋高翘之亭当中 仅可选择自己当前队伍中的一名角色 继续战斗 而其他角色呢 将进入整备状态 无法出战 而另一个秘境 千玄百转之龙当中 在换人时则会有随机两名角色 无法继续出战 这么听起来还挑战性挺高的呀 难吗 那是不是要针对性的做出一些什么 队伍搭配上的调整呢 会不会对大家的练度要求有些高啊 这个也不用太担心啊 有挑战嘛 自然就有对策了 每一个秘境呢 都会为大家准备多个适用角色 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每轮战斗中 选择配备三种战策 为战斗提供增益 消耗在战斗过程中 收集到的战策碎破 可以重新抽取战策 或者选择上一轮配备的战策继续使用 甚至还可以使倒下的角色 重新恢复战斗能力 那有了这么多助力啊 我就不怕了 这种挑战活动 我肯定是不能错过的 除了活动商店里 可以兑换的奖励 大家也要记得留意一下 活动页面上的挑战任务 从而获取更多的奖励 那奖励中还有一把新的 活动限定四星弓箭武器 洛霞 嘿嘿嘿 没错没错 对我来说奖励是一定要拿权的 大家不妨一起来试试 这次的新活动吧 最近在层岩巨岩的矿道 还突然涌现了大量的黑泥 前几次活动中呢 这个旅行者们结识的须迷学者 胡塞尼又来帮忙处理这次的危机了 此次的活动 深泥奇谈中 大家会面对不断涌出的黑泥 以及在黑泥的作用下 被强化的怪物 在学者安置的普尔西纳光丁的协助下 我们需要清除黑泥 弱化并击退怪物 而这些光丁 则负责进化周围的环境 并为自身充能 怪物的攻击会使光丁的充能停止 因此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呦 此外呢 在光丁正常运转时 力量达到一定级别的流明石触媒 使用纯光绽放 还可以清除环境中的淤泥涌口 为光丁提供额外的能量 加速其完成充能 随着活动逐步推进到了不同的阶段 光丁的作用也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光丁可以释放冲击波来打击敌人 并驱逐敌人的强化效果 而挑战的目标也有所改变 有时需要现实击败怪物 有时则需要保护热气球 冲破黑泥的阻碍 现实达到终点 在活动的最后阶段 大家则需要通过清除黑泥和击杀魔物 来挑战积分记录 这其中还存在着一些强敌 击杀之后还可以获取更高的积分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黑泥还会导致角色失去生命值 并影响其行动能力 因此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 速战速决哦 朋友们 还记得前面提到过 阿忍曾前往黎乐学习律法吗 为了庆祝阿忍毕业而举办的活动 荒龙极上盛世豪鼓大戏点就要来了 没错 你们一定猜到了这是音游对不对 讨厌音游人狂喜 但是这才是跟之前的音游大不相同哦 正如大家看到的一样 活动里大家拿到的乐器是一个小鼓 而这个小鼓的演奏方式也从原来的缩圈式 改为了更加适应鼓的下落式 考虑到玩家可能使用不同类型的设备 可能有的手机 有的电脑 有的 反正不同的设备进行游戏 活动的设计师非常贴心 还增添了延迟校准的功能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听到重音后 触击界面 调整判定线 直到判定线与玩家输入的音符位置大致符合 就不会有延迟了 这样就或许可以帮助大家在演奏时的操作 更加的得心一手 也更适应你们的设备和平时的习惯 同时 大家还可以调整音符下落的速度 而点击时 还会有可控制的按键音 系统对于成功和失败的判定区间 也做了更加详细的区分 挑战的三个难度 从一开始就会全部解锁 只要你觉得你够行 你就挑战最难的 你觉得你要先适应适应 就先来简单的好了 很自由 当然难度越高 奖励越多了 只要挑战了高难度成功后 便可一并拿走较低难度对应的奖励 一步到位 更激动人心的还在喝面 这就完了吗 这个活动中的演出曲目 解锁的时候 还会开放这首乐曲的音符编辑玩法 什么意思 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哇 天哪 感觉会有大神会编辑出更难的谱面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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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肯定不是我们这种菜鸡可以玩的那种了 你不要随便带一个闷子 不必这样 旅行者们可以自由编写音符的位置 创造一张全新的曲谱 还可以分享给大家来体验 当然了 老规矩 分享之前 还是得自己现在挑战中达到一定级别 才能够获得分享马哦 另外 在这次庆典的现场 还留下了一些老朋友留下的贺礼和留言 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可以去看看 那这次的2.7版本中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叫做炉心机造 活动的目标是制作机器人 旅行者呢 会从一位来自丰单的玩具制造商这里 获得一个素材收集器 当大家完成原材收集 元素充能和核心激活三道工序 就可以制造出一个动态机器人摆设 放入沉歌湖中 厉害吧 机器人有着多种多样的款式和动作 与上面提到的三道工序相关 并且呢 大家还有一定的概率 能够制造出具备所有动作表现的特殊机器人 看上去是不是很有趣啊 诶 都知道某位自称是智东国最好的玩具推销员 有没有兴趣来这里进货呢 答答应了 在活动期间 大家一共可以将四种视作的机器人 兑换成摆设放入沉歌湖中 如果大家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种类机器人 怎么办呢 还可以通过玩家互赠功能 发布新愿单 来填充视作机器人的目录 以获取需要的款式哦 哇 太偏心了吧 诶 怎么样 怎么样 旅行者 有人是我吗 坐你 自己去坐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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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屏幕前的旅行者们 有没有兴趣来尝试制作一下 属于你自己的超酷机器人呢 赶紧来加入吧 好 感谢大家带来了有关2.7版本活动的情报 在新版本中呢 还有一些重要的系统优化内容 也想跟旅行者们做一个分享啊 为了帮助大家更顺利的进行冒险 系统设计师在高等级的素材秘境入口 添加了挑战特性模块 对如何更快击破秘境中的敌人 进行了一定的建议 或许可以帮助部分玩家呢 更快的找到合适的队伍搭配 和挑战技巧 而对于角色的培养呢 系统设计师也为大家提供了 更加细致的提示 当玩家打开角色的天赋培养界面时 可以点开界面中新增的 天赋参考按钮 看到根据玩家实际的培养数值 总结出的天赋培养优先级推荐 点开角色装备的剩余物界面中的 属性参考时呢 也可以看到每一个部位 剩余物的主属性使用率统计 设计师同学也希望 能够在角色的培养上 提供给大家更加直观的数据 以做参考 此外 2.7版本期间 原神音乐也将发布一张 新的音乐专辑 千言旷望 该专辑将收录由 Hoyomix音乐团队 为曾岩剧渊地区 创作的场景音乐 可能不少玩家朋友 都对于初探曾岩石 背景音乐的那声马头琴 印象深刻吧 那个我真的超级深刻啊 真的真的真的 太好听了 真的是 哇 来自远古的呼唤 就有一种词 魂都被牵走了 你好夸张啊 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着 这张专辑的 我都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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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版本节目 就要接近尾声了 我很期待 叶兰与大家会面 相信新版本的故事 也会给大家 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 那非常开心 能为叶兰这样一位 英姿萨爽的大姐姐配音 也真心希望 能够将叶兰的魅力 传达给大家 耶 我也很开心 2.7版本中 有这么多有趣的小伙伴们 和这么丰富精彩的故事 当然了 无论何时 我相信一斗 都会向旅行者 视为他最好的挚友 还请旅行者们 多多关照 我们花龙牌的副手阿人 好的 一定会关照的 会的 当然会的 必须 对 一头就不关照 也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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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不关照 虽然这次 有关萧的剧情内容 会提及一些 沉重的往事 但也同时 会解开 他的一部分心结 希望旅行者们 能够继续和萧一起 见证 过去 与未来 这段路的 我 别哭 可坎坷了 不说了 不说了 摸摸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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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 就要和大家 说再见了 旅行者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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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